这里是带大家谈随宇宙的《科幻真剑》 最近讲的电影有点压抑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个软科幻爱情片综合一下 超市空宠爱 卡尔文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古怪的大学教授 1962年的冷战危机 让他成天担心会有导弹落在自己头上 于是他花很长时间建造了一个地下宾难所 以备不时之需 果然这一天新闻里就提到可能会爆发战争 卡尔文立刻让在自己家里开party的朋友们都离开 然后带着怀孕的妻子躲进了避难所 准备在这里待一晚 没想到他们刚下去还没把门关上 一架湿湿的飞机就追回在他们家 把他家的房子给炸翻了 在地下的卡尔文还以为是导弹来袭 立马将避难所的大门给关上了 而这个大门的设定是35年后才会自动打开 因为地面上会有残存的核辐射 所以他们今后就只能在这里生活 幸好卡尔文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 未来35年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生存是不成问题的 只是可怜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孩子 他们也没办法知道 实际上上面根本就没有爆发核战 在地下生活的日子里 小男孩只能每天跟着优秀的爸爸妈妈 学习各种技能 各狗语言和社交礼仪 一切都是为了35年后回到地面上做的准备 由于卡尔文夫妇认为 他们可能是为说不多的幸存者 所以就对孩子给予了厚望 给他起名亚当 很快35年就过去了 亚当已经长成了一个很厚的小伙 在某个不平凡的夜晚 避难所的门自动打开 卡尔文打头阵穿着防护服去地面探路 由于当初并没有发生导弹危机 35年后的地面已经大变样了 旧时代的卡尔文完全无法接受现在的新兴世界 他以为是核辐射导致了地面上的人基因突变 便跟家人们说 他们应该永远在地下生活 反正这里什么都有 可妻子和亚当都想要去地面上 听到这里奇迹败坏的卡尔文心脏病发晕了过去 不过地下的物资的确到了需要补给的时候 于是妈妈给亚当准备了一些钱 让他去地面上采购物资 但是妈妈给的钱远远不够 于是亚当拿着爸爸收藏的棒球卡去卖 店主说要用500块钱买下整合卡 店里的一个女员工却突然跳出来说 这些卡都是限量的 光一张就能卖6000 他不想看到黑心店主宰客 于是他就这样丢了工作 凑巧的是这个女孩名叫夏娃 简直适合亚当绝配 亚当快就有兴奋的顾夏娃给自己打工 帮他卖掉棒球卡并且购买物资 有钱谁会不赚呢 看着眼前这个天真又古怪的大男孩 夏娃答应了 于是亚当名正言顺的天天跟在他屁股后面 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夏娃的好贵蜜 他们每天都出去采购物资放进仓库 在一天天的相处中夏娃得知 亚当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妻子 所以他将亚当带到了酒吧 去认识一下别的女生 但是当他看见亚当跟别的女孩欢声笑语 甚至肢体无比协调地跳舞的时候 他粗意大发地跑回了家 然后他又从给蜜那里得知 亚当和他的子对头回家了 气得他当场就要去子对头家砸门 夏娃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个大男孩 意外的是当他准备开车去找亚当的时候 他竟然就坐在车里 直接把夏娃下了个后滚翻 回到家的夏娃一顿撒气之后 和亚当吻在了一起 但是当他听完亚当的身世 还说要把自己带回地下的避难所 去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候 他再次崩溃了 他找来了政府的部门的人员 说需要带亚当回去调查 但是亚当意识到气氛有点不对劲 立马开着卡车跑回了家 夏娃有些后悔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 但是他已经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亚当了 他们购置东西的仓库已经被亚当搬空 旅馆倒是剩下了一些价值千万的股票和棒球卡 但是现在夏娃只想找到亚当 俗话说得好地球是圆的 命中注定的人一定会再次相遇 更何况是亚当和夏娃 两个人重逢后 亚当将夏娃带回了避难所见家长 夏娃终于知道他并没有骗自己 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亚当让自己的父母在这里继续待两个月 自己的和夏娃一起在地面上 利用父亲当年留下来的股票值班家产 在一切准备妥当了之后才将他们接上来 等待他们的将是全新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继续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拯救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点 下期见啦